歡迎收看金融貓段的節目 好 那麼今天指數呢 來今天就是上衝下襲 那麼今天的話 看到昨天禮拜五的時候 美國股市也是上半段跟下半段 完全截然不同的走勢 那今天台股的話呢 那也是一樣 開高以後震盪 但是翻黑以後又翻紅 好 所以那這要從幾個因素來看 第一個的話你看到美國股市 還有利空也有利多 它的利空是在於說呢 這個俄羅斯的這個北溪一號 那北溪一號沒有如期的重新供契 好 所以這是利空 也是昨天美國股市在禮拜五的時候呢 那尾盤的時候中場之後下來的原因 好 但前半段很強 那前半段強什麼呢 那前半段就是經濟數字 非農救援數字呢 大幅度的下降 失業率也開始上升 好 所以也就是說 那麼升息三馬的機率 這個預期就開始降低 好 所以這是一件好事啦 也就是說稍微開始有一些降溫了 那所以美股市就反彈 好 那北溪一號的事情 出來了之後的話就開始往下 所以美國昨天也是分兩段了 那我想利多的部分的話呢 那還是會持續反應 而且美國也在抵擋 那北溪一號的事情 當然歐洲的情況是比較嚴重一點 但是其實也做了相當多的儲備了 所以它不是在完全沒有儲備的情況之下 如果是在幾個月前剛開始完全沒有儲備了 那就會比較 市場會比較擔心 但是事實上像德國已經儲備了八成多了 所以我覺得衝擊就沒有這麼樣的大 只是有一點震撼意外而已 因為本來大家都覺得它應該是要有如期的公益 好 所以這兩個事情合起來看 那我覺得短線上來說的話 應該就是說今天會稍微震盪一下 但是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美國其實它也是有沒有 拉回了第二隻腳 是不是 美國股市來 其實它就是一個大底嘛 對不對 那上次的話這裡第一個腳拉回來到這邊 上去以後現在再拉回一次 所以它這裡這就是一個複合底 它在這個複合底的時候 那麼第一檔一定是有利空 它第一檔的話就像在這裡的時候 也是一樣一大堆的利空一樣的意思 那上去了以後的話 那當然沒有一次過 但是下來以後你會看到 基本上下來就是支撐 所以你現在看到雖然有一些新的一些利空 但是北11號的利空 我想當然現在這個歐洲上面來說的話 它的能源還是很緊俏 但是和之前完全在沒有準備的時候 完全沒有做預備的時候相比 那其實也不太一樣了 畢竟現在也是做了相當多的儲備 所以這美國它就是拉回的第二隻腳 那儲備你認為它要破底 但是我認為是不會 那我認為它既然不會的話 那拉回你就應該是要去找買電 應該說台北股市也一樣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台股呢 來 那麼今天也是亮縮 那這個亮縮的話 那這個禮拜恐怕都是會維持在比較低量 因為這個禮拜我們還要放假 所以台股這個禮拜只有1、2、3、4、4個交易日 所以你這個禮拜勢必不可能增量 但是這個亮縮的話 拉到這個位置附近了 所以今天在14600多點 我覺得在14700點以下 你應該要站在買方 在14700點以下靠近這個附近 你應該站在買方 因為指標也到了 隨時都可能會反彈的情況 那只是個股震盪會很大 因為它還在上下打底 對不對 它在上衝下起的時候 它震盪一定很大 所以有些強勢的股票它創新高會回 有時候還會回得很快 但是它回很快之後 它還是一樣去創新高 對不對 這就是說因為短線上面的盤面震盪的關係 所以你會看到強勢股 那它可能會創新高以後會震盪 但是震盪的時候 那我覺得它的後面的景氣 跟它後面的數字還是往上的話 那其實它還是一樣會創新高 好 但是有些股票就不完全都是這樣了 所以今年其實是多空差很多 對不對 那現在來談談的話 在週五的時候大家看到的話 這個 SCFI的指數下來的頗多 對不對 但是今天的話來看到 今天陽明跌了之後 今天是收了一個紅K 那萬海的話 其實他們今天是創新低 但是乖離有一點點大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 這麼大的利空都出來了 短線應該會止跌一下 但是你要注意的其實我覺得不是這些 真的要注意的是當時跟大家講的 你在之前受到了這個疫情紅利影響的 前兩年很多疫情紅利 那疫情紅利就造成了它的這個超額利潤 當時有超額利潤的這些 那我覺得拉拉回的幅度 可能會超過大家想像 應該說它那個已經不叫拉回了 它那個趨勢就轉向了 那趨勢轉向了之後的話 你就不要去預設低點 對不對 因為你不知道價錢到哪裡 是不是 不只是航運是這樣子 包括其他的有一些 這個去年漲價很多的一些 有CIC設計也是 因為你不曉得它的價位會在哪裡 對不對 不要說你不曉得 業界自己也不曉得 對不對 所以它還是在一個調整的過程裡 那種過程就不用摸底 對不對 雖然有時候它跌升會反彈 有時候乖利很大會反彈一下 但那就純粹是技術上反彈 是不是 那你操作那種就手腳要快 對 因為我以前就跟大家講過 那種東西它就是 它的超額利潤產生的時候 它是這個乘數效果 對不對 因為我的營收是往上 營收往上的時候毛利也往上 對不對 然後ASP也往上 所以你這幾個東西 加在一起它是相乘的 是不是 所以它乘出來的時候 它的營收跟它的獲利去比 它的獲利會比營收多很多 對不對 但是再往下的時候也一樣 對不對 因為這些東西就會慢慢退去 是不是 你可能是營收往下 ASP往下 對不對 你的毛利可能是往下 再來預期心理也會影響 對不對 之前往上的時候預期心理 是不是 往下的時候也是預期心理 對不對 所以我才會在一開始就跟大家講 今年是差很多 是不是 今年的話個股多空差非常多 對 類股也差很多 好 所以我覺得 那麼今天的話 大家看到這樣的利空 那短線上因為乖離大 所以會停頓一下下 但是我認為這個趨勢上面 還是比較偏空 所以基本上面來說 你不用預設低點 也不用預設立場 對不對 因為你就是照著這個產業循環在做 那產業循環 這是大循環的 這種是產業大循環的 這種循環的時間 可能是比電子更久 對不對 因為有些電子去年這個 有疫情紅利的 它因為廠家收回 所以去年獲利增加很多的 那那個也是在往下的循環 但是它循環時間還沒那麼長 那這種循環的時間 我覺得就更長一點了 這種是大景氣循環 所以大景氣循環的話 你就不用預設低點 對不對 基本上的話 疊升的時候會彈一下 但是你就純技術操作 對不對 就只有乖離大的時候反彈 但是你要把握是真正好的股票 對不對 因為其實你看到 比較今天來說的話 那麼有一些像是 利基電今天也是破底 這個是成熟製程 成熟製程就不用說了 對不對 我想大家也都有一點概念了 那個還在持續發生之中 所以還在持續發生的時候 你就一樣不用預設立場 基本上面來說 你要等到它什麼 它的這個疊價 就是它疊價開始之後 到一個穩定的程度 目前為止我覺得都還沒有 所以我覺得也不用太快 所以說今年的話股票就差很多 對不對 走多跟走空差很多 是不是 那整體來說的話 如果是電子的話你要看什麼 如果是電子的話就是網通 對不對 一個網通 IPC IPC也其中之一 當然電動車後面的發展 是會越來越好 但是電動車裡面這個強弱也差很多 應該說電動車裡面 本來它裡面就是什麼 它裡面就有不同的屬性 比重也不一樣 所以電動車裡面的差異也頗大 對不對 再來就是這個IP IP我之前有講 IP其實不是完全都一樣 所以IP你要分成好幾種 對不對 有部分的IP是比較往上的趨勢 但有一些就不一樣了 所以IP裡面也是分成很多種 是不是 再來的話還有什麼 這個還有工業電腦 但是工業電腦的話 它因為已經在高檔了 所以它長得會比較慢一些 它的速度來說的話 我覺得其實他們還是慢慢的走多頭 但是速度就一定是比較慢的 再來的話網通的部分也是 是不是 網通的部分來說的話 那麼基本上他們也是走多頭 但速度也會比較慢 對不對 但你說它震盪了之後 再來會怎樣 其實它震盪還是會往上 只是它速度會慢一點點 所以它上去了之後 你看就會震盪 上去以後就出量 出量的時候你覺得它走完了 但是它還會再上去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箱形 在這個箱形裡面的話 你就不用 你就可以來回操作 我覺得基本上面他們的東西 下半年還是比上半年好 而且明年也比今年好 所以的話這裡面的話 當然還有包括什麼 光鮮震盪今天也很大 對不對 來看看的話 重達今天也是創新高以後 也是大震盪 但是我覺得基本上面 他們都是怎麼講 就是你盤在震盪的時候 有一些強勢股 它就很容易會被影響 但是它基本上都走多 它原則上還是走多的 因為明年的獲利也是大成長 其實下半年獲利開始就是明顯成長了 所以相關族群裡面的話 今天光鮮震盪很大 對不對 波羅威創新高回 但是基本上來說的話 波羅威我剛剛講的一樣 原則上這是多方的股票 有沒有 所以你操作上面來說的話 當然短線上面的震盪會非常大 這是因為盤面上的關係 因為指數上面的關係 還有今天有一些很弱勢的股票 會影響到盤面的氣氛 但是你操作還是要分開 基本上往上的股票裡面 剛剛講到像重達的話 它一樣是走多頭沒有變 對不對 所以短線上的話 你就是拉回早買一點 再來的話 波羅威也是一樣 基本上面 在這個平台這裡 這個平台就是一個支撐 再來震盪還有比較大 包括這個滑星光 這個也是 這是標準的什麼 這是標準的就是 短線上面的壓回 應該說短線上面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錯殺 就像當時破線的時候一樣 所以基本上還是回到這樣來的趨勢 那豪土貨還是要把握 當然你看好的裡面還有包括什麼 還有包括像是先進製程 但是先進製程裡面的東西也是白白種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在講的時候 先進製程裡面 它有不同的東西對不對 那你看到1560我上次講過 你看它當時的時候也是高檔的時候 有沒有 它其實唯一的原因就是因為 有沒有 因為它比較高檔 所以它上去會被打下來 但打下來以後其實它也就在這裡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走多 基本上面它只是要一些時間整理而已 所以你等到它慢慢的靠近 或至少均線上來的時候 我覺得會是一個買點 因為它的東西來說 那麼你除非不要3奈米 那你往上做的時候 它用量就是越來越多 對不對 而且基本上那個就沒有幾個人 產業也沒有幾家 所以他們有些股票是強勢的股票 震盪比較大 那個原因只是因為盤在整理 所以有些人他會短線上他會看到衝起來就把它賣掉 可是事實上賣掉的話你拉回來還是要結 因為我覺得這種股票還是走多 只是你就讓它整理一下下 那整理一下之後接下來還會再反映什麼 反映再反映接下來這個 第四季的營收跟獲利 那明年我覺得它的狀況還是往上 所以相關的股票裡面來說 那這個也是 這也是屬於少數的廠商 因為這是氣體的廠商 半導體特殊的氣體 那這個裡面的話 數值也已經上來了 所以7月份的獲利是在0.86元左右 這個是門檻很高的產業 是不是 而且基本上它也有晶圓重生 這是一個大家比較不熟悉的東西 因為大家比較熟悉的可能就是晶圓再生 但它還有另外一個行動叫晶圓重生 這個也是從第四季開始會開始貢獻 那明年貢獻又更大 所以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還是回到產業上來看 對不對 指數在震盪的時候我認為在剛才說的 14700點以下你就站在買方 你就不用太緊張 基本上你應該站多方 但是你是要把握往上的股票 因為股票個別還是差很多 那有的是 有的股票來說 它會一路的這個越走越低是因為長線的衝動 那那種的話我覺得你就是趁反彈做調節 但是反過來說走多股票就少把握 好 所以指數的話我覺得14700點以下 都是站在買方來操作 那重點是選什麼股票 那當然的話這裡面的話大家很關心的就是生計 是不是 那生計也在輪動之中 所以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跟大家聊一聊 待會兒 聚集大學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欢迎回到现场来 所以今天最主要的话 当然这里面还有大事包括苹果的 苹果的S4的话即将就要发表 发表之后再来就会开始准备预购 所以你在发表之后它重点就不一样了 在发表之前的话大家的重点会放在 有增加什么样的新功能的这些想像的题材 还有包括可能会开始拉货 营收会上去的题材 所以在发表之前通常都是一个阶段 在发表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阶段 因为发表之后就是真实的去检验 这些新的功能的时候 还有就是要等待接下来的销售的数字 所以那是一个 往往都是一个分界点 在之前的话是比较 反而比较有利于股价 因为在之后的话你就要以真实的情况为主 有哪些的功能呢 增加什么东西 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镜头部分 跟画素部分是增加的 颜色是增加的 那么卫星通讯这里还没有确定 但是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一个更大的亮点 如果没有那一块的话 其他部分来看的话 那就反而没有这么强烈 因为画素其实别人都已经提高了 苹果算是已经落后很久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把它做中型一些 我刚刚讲它就会有一个分界点 在那之前的话你会比较有比较多的想象题材 那在那之前因为也拉火 所以也有营收的期待 所以的话你会看到他们相关的来说的话 像是郁金光大力光他们营收 在最近也都不错 就是在反映拉火的题材 但是你真正发表之后重点就不一样了 真正发表之后就重点就会放在预购的状况 是不是 因为你东西出来了 那再来就会实际的数字 实际的预购情况怎么样 那今天才第四季后面的这个销售的预期 所以的话它会是一个分界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注意一下 因为很多人有时候你看到新闻的时候 会看到新闻一定这个礼拜一定是版面的重点 但是记得你的重点要放在后面的销售状况 那还有它的功能有没有比预期更多的亮点 那预期最多的亮点里面 现在大家所知道的这一些 包括刚刚讲的颜色的改变这一些 或者话数提高都是已经既知道的东西 所以比较会有这个影响的是 你的微信通知有没有进去 或有没有其他意外的东西 这些我觉得才会更重要 所以我觉得那部分来讲的话 他们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了 那接下来就生计 那生计的话也很重要 那生计的话呢 那么基本上他们是轮动 那么一波往上的股票有时候会休息一下 那休息之后的话有的东西会接上来 那今天有一些的话就更落后的上来 有一些的话就更落后 之前没有涨到的今天就上来 但是整体来说他们大部分都是维持在多头的支持 所以你看在今天来讲的话 其实今天还是有人在陆续创新高的 包括今天志勤继续创新高 那包括北熙青今天也是创新高 那当然因为他已经越来越接近什么 越来越接近解盲的时间了 那其他来说的话 倒是保瑞最近是下来 但我觉得他长期还是看多的 所以的话当然因为他会 他的这个已经正式病进来了 所以他在正式病进来的那一天 然后反而短线上就会稍微休息 所以我觉得短线上他拉回是正常 但是我觉得他的还是一个多头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东西是确实会进来 所以其实也拉不到哪里去 我觉得拉回一下震荡一下 这里也是一个颈线 那事实上的话拉回一下 你还是会看到后面 他的营收获利还是上去 所以他接下来整理一下 就是把短线的利多出镜消耗完之后 接下来他还是会反映后面的营收 对不对 那营收8月份这个 合并前面的这个 一店生意的效果会更强一点 那到9月份那效果又更大 因为9月份还加了什么 还加了这个安城上去 那安城是前面7 8都没有反应的 那9月才开始反应 所以我觉得生计里面他就是 基本上他们是大部分都是偏多 只是每个的点不一样 有一些是上去了以后他还在持续往上 那有一些是上去以后再整理 那在整理的股票里面 那你就是怎样 你就要等待他的买点 那今天有一些是落后的上来 有一些的话是比较落后完涨的股票 这两天的话就上来 包括这个就是之前都没有涨到的股票 所以的话当然他成交量来说比较低价 所以的话今天要往上走 但短线上其实也涨了很多天了 所以你应该要特别去留意的是 整理过的股票 已经整理过然后接下来的话 其实还是持续在往上的 比方来说的话看来像是 没事已经整理不久了 蛮久了 他整理了一段时间之后 那么到这附近的时候 你把额就要去找买点了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拉回到 有没有拉回到支撑附近了 那再来的话他其实是一底比一底高 他还是一个多头的走势 然后量化最近也稳定下来了 然后指标也回到低档 所以我觉得像这一类型的股票的话 那把额的话都是可以去注意的 因为生计就是轮动 那生计里面其实题材是很多的 那这里面题材有大有小 那有一些题材是比较长期的题材 就像我们在讲说 这个像合一也是长期的题材 他的东西后面就准备 陆续要上市 他第一季在美国上市 所以你第四季会有什么 会有后面的这个应收的期待 上市之前你也要扑火 所以他的应收也会上去 那反过来讲的话 像刚刚讲到的这个保瑞来说 他短线上9月1号 正式并进来之后 他就给你先来个利多出境 但他利多出境之后 你后面会迎接什么 你后面拉回来之后还是要注意 因为后面他会有什么 他会有后面真正的营收的贡献 那营收贡献出来说到时候还是反映 所以就变成是 长了以后回来后上去就创新高 那种他就还是走多头 跟之前我们讲到的 有一些比较偏空的不一样 所以其实股价最后都是反映 这个他未来的东西 对不对最后都是反映这些 就像我们当时讲比较有疑虑的那些 为什么当时跟大家讲说 你至少你也是区间座 你至少也是要高出低进 你也要知道用那个方式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比较有疑虑的 他不会一下反多 是不是 他不会一下子就反多 有一些当然他的价格已经跌到 差不多位置的 他可能就打大底 但有一些他可能还下去 还有一些空间的 他不一定就是底 所以我才讲说对于那些跌很深 但是有一些疑虑的股票 我说你至少就是区间座 你最少要学会上下操作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你才会知道说 你不能一下就纯粹因为跌深 那反过来讲也一样 多头的股票拉回的时候 你是要去找买点的 你是要去把握机会 对不对 就像我刚刚讲生计一样 是不是 生计为什么他这次特别强 对不对 他是因为他基本面有突破 那基本面有突破 他还有时间表 是不是 所以你就可以预期后面的东西 是不是 和只是讲一个题材 但是没有时间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一次之所以会上来 都是有时间表 像北极星就是9月份的时候 那么即将就要解盲 志勤是第四季 对不对 合一第一季的话就要开始真实开卖 然后宝瑞之所以会涨这么多 就是因为 有没有 他这一两个月陆续都进来了 所以他们不只是有这个突破而已 他们也有什么 他们也有真实的时间 也就是他有一个 可实质可以预期的时间 而且时间又不是太久 所以他们才会 这次涨这么多就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轮动 那这种轮动的过程 你自己就要把握了 对不对 当然他短线的话 像美食当时长上来这里怪力大 他自然就会震荡 但是拉回来你就要注意 是不是 拉回来之后他就到支撑了 他就要支撑了 他东西改变了吗 对不对 他其实东西也没有改变 就像我刚刚讲的对不对 接下来9月份他的这个 还是要任务营收是不是 那还是一样往上 那跟日本的合作也是持续在进行 这些东西也没有改变 对不对 就像保龄的情况也一样 保龄礼拜五的时候大涨今天又拉回一下 对不对 当然今天早上的话 你一定会遇到短线的卖压 但是你要知道这条均线在慢慢上 是不是 再来你也要知道的是什么 他接下来第四季开始的分润金 就是任全部了 对不对 今年前面是没有 也就是你到明年 你单单看这一块 他是全部任务 对不对 那跟去年比起来就加倍 因为应该讲说他今年前面 9月以前都只有一半 对不对 那9月以后他就全部 那到明年他这一块就是完全进去 再加上跟这个山东微高合作在大陆的这个 大陆的部分 他的结盟已经过了 所以即将就要请要证了 所以你明天如果上来的话就会有两笔 对不对 他就会有两笔的权利 里程金的收入 那单单这两笔里程金达证就6块钱 这也是多的东西 对不对 那还是里程金而已 你后面随着时间进去还会越来越快 而且山东微高的市占率又很高 所以你自己的东西会上来 分润会加倍 再加上这个里程金两笔都进来的话 是6块钱 还有他自己的 我觉得原料要那一块 他收回自制的话 那个供应会非常大 所以他的长线也一样是什么 明年的获利会比今年大幅成长 对不对 也是一样有利基点 如果说好股票你是拉回招买一点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两天我觉得很多股票他就是 创新高之后他就震大 而且震大还很大 但震大完之后 他洗完以后还是要上去 为什么 因为你最终还是会看到 面对接下来的营收跟获利 面对他基本的展望 这些东西有没有改变 就像我刚刚讲的 保龄你明年多单单是里程金 那一块拿到的话就6块钱 是不是 再加上你的分润加一倍 还有加上这个 刚刚讲的这个新的这个 原料要收回那块 那是更大的一块 所以他基本上还是往上 好所以我觉得好股票 还是拉回去找买点了 包括易得也是整理一段时间了 有没有所以这是分盘交易 那分盘交易也其实要到尾声了 所以的话记得分盘交易反正 它会影响到短线上震荡一下 但它不会影响场面的趋势 所以震荡一下到尾声之后 我觉得这个高点也是应该很轻松过 那指标也在50这里交叉往上 好所以现在的话重点还是把握好的股票 好的股票的话当然就是趁这两天拉回的时候 那我觉得指数其实低档已经不多了 反正在14700以下的话 你基本上指数不用悲观 站在多方 但是要选择真正多方的好股票 尤其是有料的股票 有料的标股 所以有料标股的话 大家想把握记得一起来 来168有料标股 欢迎大家一起来 跟我们线上的注意联络 把握接下来后面的大标股 跟我们线上的注意联络 一起来赚钱 也希望大家抽到顺利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